为了做好全民运 现场徐正卫 20号下午特别前往了德行小巨蛋 还有田径场 听取目前的工程进度简报 他也指示教育处和建设处 两个局处要做好横向联系 务必把各项软一体工程建设给做好 迎接10月份全民运到来 109年全民运动会将在10月份举行 各个场馆从硬体绕软体设备工程 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 20号下午现场徐正卫 在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的陪同之下 前往了德行小巨蛋及田径场 听取目前工程进度简报 也实地会刊了各项工程 目前的进度 预定进度是64 目前我们已经到70% 有一些等下现场看 大概都已经完成 所以已经有超前 大概5到6%的一个进度 那我现在后面的那个细向 再做一些第三个快速 预定怎么做 原合约是8月20 那目前因为后来有考量到 因为原来是96的 其实标语馆剩下也不多 那当然当初我们在规划这些主要 像球场啦 漏水啦 这种会影响我们赛程的功向为主 那当然现在以我们整个要比赛的这个功能 要以这边当一个揭幕的一个场景的话 我们有再把后面就是变更赛程 就有一些比较老旧 比较脏屋的 或者说当初像坡道 我们只能改善四分之一的 对对对对就只能当初我们先发包 只能改善四分之一 现在有一些标语馆 然后再加上变更赛程 再把它增加 就等于两边的坡道 这个地平都把它改善掉 那如果是那样子 这次变更赛程 赶快大概会增加大概500多万 我们后面也有迹象 那这样的话大概就9月20以前 能够把它改善 旧的维持 维持维持 旧的是好的吗 好的 好的 对对 未来就是以新的为主 旧的为主 它新的那个变化 它就类似我们德新 对 但它没那么大 但它是两面 所以它里面要变化 什么那种计算版 或是什么计算版 或是广告 广告或是政令宣导 都可以 宣长学生位指示 教育处及建设处 两处必须做好横向的联系 举凡动线规划 运动设施设备 场馆配置等 务必把软硬体工程做好 要让选手 有最优质的赛事体验 大家齐心打造 最高品质的全民运动会 让全国乡亲 都可以感受到花莲的美好 借刘明胜 花莲市报道